歡迎收看電玩宅蘇佩奧,我是主持人品喻 大家是不是等 FF7 的最新消息等到天荒地老啊? 終於啊,總算啦! 在今天一大早的 FF7 25 週年紀念直播有許多新消息喔! 大家最期待的 FF7 重製版第二章總算現身啦! 而且在 PSP 上的前傳核心危機也終於要重製囉! 來看看到底什麼時候發售吧! Square Anikos 今天舉辦的 Final Fantasy 7 25 週年紀念直播 大家有跟著看嗎? 最讓人興奮的當然是 FF7 重製版第二章 FF7 Reverb 有新的畫面啦! 畫面當然還是好的沒話說 而且目前曝光的片段 都是遊戲劇情中非常重要的橋段 回憶中的賽菲羅斯與扎克斯都出現了 可惜大家要等到明年冬天 而且要由 PS5 才玩得到! 講到扎克斯 這次也有讓大家暴動的大新聞 以扎克斯為主角 曾在 PSP 上面發行的 核心危機 Final Fantasy 7 也要重製啦! 這個前傳性質的作品 對於 FF7 的世界觀非常重要 而且扎克斯與愛麗絲也曾經有斷情 這下克勞德的人氣將要備受威脅啦! 這款不用等太久 今年冬天就玩得到 而且除了手機以外 全平台都上了! 今年雖然玩不到本傳 但是先把前傳補足 相信明年會更有帶入感喔!